宫里的自身宫女 我叫袁潇 离开家好些年了 一直在宫里服侍主子 自驾心切 我想回家 但是我没有办法 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人能帮到我 她就是东方硕 我决定找东方老师探讨一下 如何出宫 东方老师 东方老师你在哪里 东方老师 你在哪里 温孝 你在哪 东方老师 你在哪 东方老师 你在哪 你在这呢 何找着你了 东方老师 怎么着 这个有一事想说啊 什么事 我想回家 你要回家呀 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 让我离开这宫廷 回到家中 这也不是不可以 那行吧 我给你好好想这么一个办法 行行行 我上殿面军 我上殿面军 我太谢谢你了 跟皇上多说 一身相识 一被再打动了 那我等你的好笑 对对对对 我等你啊 我等你啊 好业 我等你啊 我等你啊 我赶紧找皇上去吧 皇上 啊 那个 昨天晚上 我夜观星象 发现就在最近 也估计就差不多在 正月十四到十六之间 啊 准确来说就是正月十五 那天晚上 老天爷天降怒火 要火烧京城 什么 火烧京城啊皇上 火烧京城 对呀 那我的棒棒糖不就化了吗 人都跟着一块化了 是啊 所以说我想出了一个 完美的对策 完美的对策 等到那天起 咱命全城的老百姓 点起花灯 挂在高空 这样这个老天爷一看 哦 这是烧过了 他就不会降下天火 来惩罚咱了 哦 照你这么说 就不当我 我吃下午茶了 太对了 您还琢磨下午茶呢 是吧 还跟您这么说 那一天光挂花灯 也不管用 咱目的是要团结百姓 所以我决定啊 派咱们宫里头 长得最好看的 一个宫女出去 你这是啊 元宵 长得最好看的 一个宫女 对对对 元宵 元宵 为什么 他要这么一个手艺 他会做汤圆 哎 汤圆 他做得好 让他做了好几碗 好几十碗 好几百碗 出去 分发给所有的百姓 大家伙团团圆圆吃这圆的东西 多高兴啊 真行吗 那当然啊 我看你这个表情 说话 这个语气 你和元宵 和谋 骗我吧 我能是那样吗 黄上 他那个货色 我看得上他吗 哎 对不对 我也是看烦了 伏去了吧 伏去了吧 行行 那走了 行行行 行了行了 那我跟他说 别再找我了 放行放行 不找你 我要睡觉了 你把那这玉玺拿走 你吃吧 回家回家皇上 我跟元宵说去 哎呀 终于入院以偿 出宫了 哎 但是出宫以后 皇上给我的任务 还要继续下去 让我煮汤圆 但是我的爸妈不知道 我已经出来了 怎么才能让他们知道呢 嗯 怎么办 我挂一个牌子 就写着我的名字 元宵 他们肯定能认识我呀 对 嘿 我太聪明了 元宵 元宵 我元宵 我元宵 哎 孩子他弟 元宵啊 这咱们归于元宵进攻 好些年了 元宵 都多少岁 我的 元宵 大小啊 元宵啊 十多岁就被人家 抢到宫里去了 你看他妹妹都这么大了 都像姐姐了 现在呀 这孩子呀 也不知道怎么样 咱们呀 今天京城听说 郑月十五 有花灯 咱们进京城瞧瞧 万一咱看见咱闺女了呢 看着别家的孩子呀 我这心都堵得慌 谁说不是呢 走吧 咱们逛逛吧 元宵 元宵 来呀 元宵 元宵啊 元宵 哪有元宵 哪有元宵 元宵 人的这么熟呢 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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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爸妈妹妹都在这儿了 元宵 元宵 元宵你看 没我什么事了 这就是元宵啊 这怎么像 咱闺女做了汤圆啊 我 大姐咱们别闹 大姐 妈你不认识我了 别闹 我姑娘是十七八的大闺女 大哥你看错了吧 哎呀 我姐 哎呀 我都进宫多少年 你忘了 这闺女一点都不随我呀 真是女大十八 越变越难看 哎呀 你真是元宵啊 再难看 也是你们的闺女 真是你呀 闺女 真是我呀 这汤圆是你做的 可不 我怕你们 判得头发都散了 闺女 你妈很嫌老呢 这就是我亲手做的 皇上放我出宫了 啊 闺女 啊 这就放你出宫了 放我出来了 那快跟家人回去 咱回家吧 咱回家吃汤圆 回家 团团圆圆 别叫汤圆了 那叫什么呀 就叫元宵 我的名字 没有你的名字 咱还找不着你呢 太好了 就这么叫了 就叫元宵 那咱回家 咱回家 回家喽 回家喽